完走 5 4 3 2 各位同学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 政府数位转型基础篇这门课 那我们今天是这门课的第一讲 第一讲的名称呢 主要是数位治理趋势与政府数位转型 我叫朱宾渝 目前任教育政大工刑系 那也是政大的特定教授 在我左边呢 是我们国内人气非常高的 数位政委唐凤 那是不是大家能够鼓掌欢迎一下 接下来我们请唐凤政委来跟同学们问候一声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叫唐凤 我是数位政委 数位就是不止一位 也就是很多很多位的意思 我们在数位世界里面 是把人跟人联系在一起 不像以前说IT 只是把机器跟机器连接在一起 但是当人跟人之间天涯若比零的时候 人跟人之间的问题也随之产生 相信各位同学都是觉得荧幕不能滑 就是荧幕坏掉了的数位原生世代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候太近了 也会产生出各种各样子的 包含在社群媒体上面的各种数位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行政院所做的事情 就是透过开放政府 也就是我们开门造句 让大家知道我们怎么因应这些新的科技的变化 社会创新 就是你想到一个好主意之后 我们帮你增幅 以及青年参与的方式 来让大家一起因应这个数位社会的挑战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政委 那我现在拉回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要讲到那个政府数位转型 其实最早在1992年 Clinton的时候 他就也提出来所谓的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 那从那个时候 世界各国都开始在谈所谓的Infrastructure的建设 就网际网路是好像一个高速公路 对 然后接下来又谈到了 e-service数位服务 那又谈到了e-participation 数位参与 那目前我们也经历了新冠 COVID-19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也有所谓的任性数位政府的说法 在这么多的说法里头 您觉得数位政府应该要有哪一些基本元素 是 我们现在的这位国家这个方案叫做DigiPlus 那当时在订定DIGI这四个字的时候 就是把我想象中的一些元素加上去 那DIGI分别它对应到Digitization 也就是它的基盘 好比像说宽品要作为人权等等 Innovation就是创新 也就是这些服务不是只有现成的 我们类比的服务把它数位化 而是因为数位原生的关系 可以多出新的服务出来 治理也就是在过程里面 对于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是 技术来配合社会 而不是应用社会来配合技术呢 这个就是要多方的利害关系人一起坐下来谈 而且谈出一个共同的价值 来凝聚大家不同的立场 但是可以一起决定哪些创新是比较好的 那最后要达成什么呢 达成Inclusion Inclusion这个字不好翻译 有些人翻成韩荣 有些人翻成普惠 有些人翻成包容 但是无论如何 它都是让本来Disempowered 就是比较没有参与权的 在类比世界比较 它的声音听不见的朋友 可以透过数位的方式 不但它的声音能够听见 而且在服务递送的时候 也能够更主动地考虑到他们的需要 就是普惠的这个价值 您刚才已经听到了非常多的技术的课计 对了 那同学们如果对这些东西 比如说有一些疑问的时候 那我们希望在后面的访问中可以更多一个人 我们就一个一个展开了 对对对 比如刚才讲到Inclusion 可是其实就我的理解 郑伟您常常自己花钱到国外去参加研讨会 没错 还把房子抵押了 这么辛苦 对对 那就国际的趋势来看的话 您有没有发现到 有哪一些特别的数位政府发展的趋势 在转型上面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 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谈一个叫做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我们以前讲到资讯高速公路的时候 想的是它的风包交换多快 对不对 高频宽低延迟 但是这个其实只是服务递送的最基础层 那但是在上面同样长出来的 好比像说最近这几天 大家都在讨论说 Social Media 他们的演算法治理的权利好像很大 可以一下子把一个 有非常多的follower的人的 推特的账号把它封锁掉 那这件事情呢 这件事情到底算是private industry 就是说这些社群平台 它是好像一个酒吧一样 它看不顺一个人就可以把它请走呢 还是其实他们已经变成 我们民主社会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比较像是图书馆 或者是议会堂 或者是一个公园等等的 这样子一个有市民的彼此互相社会上面 大家建立信任为主的 我们这边叫做公共设施嘛 Public Infrastructure 那但是实务上这些公共设施的功能 在有一些特别是比较资本主义的国家 被大的公司所 不要说垄断了 但是主要由大的公司所管理 那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样在政府治理上面 能够确保说 我们政府因为是公部门嘛 也有提供像中营平台 就是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这些数位的公共建设 而不是只是造桥铺路而已 在上面的公园啊 这些集会堂啊 这些图书馆啊等等 是不是也值得我们投注一定的心力呢 这个就是在应用层的数位公共建设 我觉得这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 非常详细 那各位同学可能不太知道 早期要再更早期 那美国有一个大学叫Brown University 曾经不止一次把台湾的电子化政府 那个时候叫做电子化政府 排名世界第一 是啊 那后来也有Wasata University 他们做了一些排名 台湾大概也都排到九啊十的 那又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台湾的电子化政府或数位政府 好像做得还不错 当然啊 那可能要请教一下 这位就名的官长 台湾啊 我们的数位政府的重要的特色 大概有哪一些这样子 对 我们的特色就是数位 就是不止一位 所以数位政府的服务 就是有不止一种递送的方法 好比像说像爱沙尼 在很多的排名是排得很前面的 那他们的递送呢 就是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只有线上的方法 他们是号称 除了结婚离婚买卖房地产之外 其他都要用线上的方式办理 那这件事情当然很棒 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但是那也是因为 他们并没有一个所谓的legacy 因为他们立国的时候 已经有网际网路了 但是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是程序着非常多的 好比像说之前还要盖印章啊 那签名替代印章 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而已啊 那甚至我们说电子签章法 签章就是签名跟盖章啊 所以整个我们的数位话 讲的就是说在数位世界 我们怎么样子重现 我们在类比世界 让大家已经安心的一些做法 而且在推动的时候 并没有废除掉 类比世界这些做法 好比像说 我们在口罩实名制的时候 诚然大家是可以用健保快一通 也就是一个app 或者是一个线上的网站 emask来预定口罩 但是这个并没有去取代掉 大家到药局或者超商 用那个实体的健保卡 来进行购买的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的数位服务的特色 是让大家自行选择 自主选择 那这个自主选择 虽然这样看之下 好像维护的成本比较高 但实际上是让各年龄层的朋友 都比较安心的一种 比较inclusive 有包容式的推动方法 可是这样子来说的话 政府要付出的成本 或者是公务通人 压力是不是会很大 确实是如此啊 我们就要照顾到各种不同的 服务的这种模态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都非常强调 叫做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也就是说 让社会部门 治理部门 经济部门 都可以一起来 做这个服务的递送 好比像说 在我们口罩地图的例子来看 我们就是让 好比像台南的 好想工作室的吴展伟 或者之后江明宗 或者集管家的Frank 这些朋友们 他们自己有一套做法 能够让大家不要去空排队 也就是把附近的药局 哪些还有口罩 哪些没有等等 透过视觉化的方式 呈现出来 他并没有花政府一毛钱 他们是用自己的 社会部门的力量 而随时他们有人想到说 那我是市长朋友 我没有办法用地图 怎么办 那就会有人开始去开发 什么呢 语音助理啊 包含Siri啊 Voice Assistant Google的啊等等 那也有一些朋友说 那我们是像期货交易一样 来分析说这个口罩的分布 到底均不均匀呢 在偏乡的朋友们 是不是有一样的 存取到口罩的权利呢 等等 他们也就自己去做了一个 看板啊 仪标板等等 也就是说当社会部门 能够自己进来去设置 关于这个数位服务递送 最佳的做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稍微退一步 我们说我们做的做法 只是叫做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就是我们先做一个样子 出来让大家看看 但我们并不坚持 我们是最好的做法 但是到最后就有超过 100种不同的口罩 地图的实名制的 这个视觉化方法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公务同仁 就不需要去照顾到 有人说 哎呦美语的版本 有人说要阿美语的版本 怎么忙得完呢 而是说 我们开门造极嘛 那你请你来 OK 那以公共行政学者的角度 来看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要把这样的一个环境 给建构起来 对 那大家都共同来参与 这个就是最好的 一种方式 就在一个很大的公园里面 不但是里面的花草树木 是社区共同照顾 甚至在里面有什么样子的表演 什么样的公共艺术 也是大家可以参与的 好那接下来就简单的请教 因为现在讲数位政府 可是又有一个名词 叫做smart government 对啊 那您对智慧政府的发展方向 是不是也跟大家稍微简单的说一下 其实智慧国家 smart nation 这个想法 政府只是里面治理的那个部门而已 但是社会部门对于包容 对于涵容的这个能力 经济部门对于它的创新的这个发展 这些是要全部连结在这个共同的基盘上面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想智慧政府只是 它的基盘在治理上面的其中一部分的应用 但是绝大部分的工作 还是靠社会部门以及经济部门一起来做到 所以我不会特别去强调 政府在这里面的作用 但是确实我们说你行你来 后面有一个意思叫做不行我来吗 所以如果真的不行 有些最基本的 好比像说通信权啊 这个学习权啊 健康权啊 真的大家都不愿意投入的时候 还是要政府来投入 好非常谢谢郑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非常精辟的一个开场白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跟郑伟要讨论的 就是所谓的e-participation 后面的一些相关细节 好的很期待 OK吗 好 搬走 5 4 3 2 接下来想要跟郑伟要讨论的事情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在谈的所谓的数位民主 英文叫e-democracy 那很多人一想到e-democracy 第一个就会想到那个开放政府 然后开放政府大家马上就会想到所谓的开放政府资料 对啊 那台湾的开放政府资料呢 很有趣也曾经排过了那个全球的第一 嗯 不过我们连续两次第一之后 人家就不玩了 对对对人家就不玩了 那个南韩也不台湾了比赛了 对对对对对对 那想请郑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您觉得台湾的开放政府 Open Government Data 到底有哪一些特色 好 我们的开放政府资料的概念 其实是来自于类似我们资讯公开的这个想法 也就是说政府资讯公开本来就是 大家想要看到政府不是只有做出来的东西的效果 而是他做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里面就算是你搞阶段 也就是我们还在想到一半的东西 只要他对公共利益有必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申请他来公开 那这个是政府资讯公开法的准则 但是后来就发现说 好比像说监察院 他在每一次选举之后 他确实都会公开 他的监察包含每一个候选人 收到了多少政治现金 用到哪里等等 但是他的公开呢 是用纸本 而且你必须要走进监察院里面 他会印出来给你 还上个浮水印 那所以他是确实达到了政府资讯公开 但是实际上就是 如果你想要像监察院的监察委员 或审计部等等一样 去看里面的 好比像说政商关系啦 到底是谁 捐献给谁啦 都花到哪里去了 到底有没有 像我上博恩夜夜秀 是没有给他钱的啦 拜 the way 等等的这些事情 你都必须要花很多的力气 重新把这个纸本再次扫描 再请网友 把它打字变成数字 而且监察院还要发一个生命稿 说就算每一个鸽子 有三个人看过你也很难保证 它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我们当年在GTV做过这件事情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概念 就是是不是除了让大家看得到之外 也要让大家能够使用 不是只是说好像我引印出来就算了 而是他必须要用结构化的方式 并且抛弃掉大部分的著作财产权 确保说任何人 比如调查报道记者 要去做一个视觉化 让大家看到说正线人都跑哪里去了 的时候他不用担心被监察员告 那这个呢 最后真的是三度通过了 也在2018年的选举里面 第一次确实就是用完全开放资料的方法 来释出这些本来只是按照政府资讯公开发 你可以看但是不能用的这些资料 结果大家一用就发现说 社群媒体的这些广告费用都没有申报 这个很有意思啊 就表示说他可以绕过政治现金法 然后呢 透过砸钱买广告的方法 实质干预选举 因为政治现金只有国人可以捐拿 而且他的每一笔戏目都要公开啊 但是如果不是有开放资料这种分析的话 我们就很难回去告诉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说 你现在在绕过我们的政治现金法 你在2020年的大选 一定要像监察院一样也做开放资料 所以开放政府资料是抛砖引玉 民间部门经济部门的资料也会因此而开放 所以在2020年选举前 Facebook就同意说 任何打政治社会广告的及时 包含他的讯息递送给谁 他广告下的条件是什么 精准行销 他到底是到哪一个地区比较多 以及当然不能够有境外的资金等等 他也就学着监察院的方式 把它开放出来了 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在2020年选举的时候 境外资金就比较没有透过Facebook的方式来干预选举 所以这个对于民主的深化以及我们叫做accountability 给出交代的这个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不过现在很多民众他们其实也是会反应啦 就是说政府其实现在有所谓的open data的平台 可是有时候涉及到公务同仁的思考 就是好像有增加他们的工作上面的压力 确实是如此 然后或者是开放出来的资料的品质 可能没有这么好 那您对于我们现在open government data的这个期许 是不是也跟大家说一谈 其实我们在当时就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资料它就是要应用的 所以应用价值越高的资料 越值得去花费我们比较大的公务的成本 去让它的品质变好 或者让它的及时性变高 但是以前及时性变高是让公务员爆肝去换的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从一个月更新一次 变成一天更新一次 就表示有某个公务员他每天要看这些资料 然后要按个键把它发布出去 那当然大家是不生其扰 那这一次呢在口罩地图上面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在搜集时立即公开 也就是药局每卖出一份口罩 现在是10片 它立刻就在30秒之内更新健保署的资料 健保署的资料在三分钟之内 就完全公开给所有的这些地图的提供者 也就是你在排队的时候 看到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 买了10片 你过三分钟以内 你手上的这个地图 真的它的库存就减10片 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说 它反而增加10片 你立刻就打1922 所以这个是参与式的共同保证 也就是比起一天让公务员看过资料 再更新一次 当然这边是比较不会出错的 但是你也就没有办法一面排队 简单和它的正确性了 但是如果每30秒或每三分钟更新一次 如果里面有一些错误的话 公务员是没有办法保证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开放政府资料里面的 那个免责机制就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说它中间真的可能错 但它如果已经进了 它的最大努力的话 你不能够回去说是它的问题 那在这件事情得到确保的情况下 健保署当然也很高兴 因为每三分钟更新一次 那么就好像分散是账本一样 分散到100多个不同的 开发者的伺服器里面 那所以也不会因为流量太大 导致健保署当机 那这个时候它的应用价值 显然是最高的 也是因此口罩供需平台 在去年的我们的开放 政府资料的应用竞资里面 也获得了应用组第一名 不过这个真的还蛮 有一点点遥远 就是因为政府的资料 类型真的蛮多 要能够做到真的 那个及时的话 一定都有一定的很大的挑战 确实 而且像健保署 其实这后面有非常大的投资 就是他们在2019年 就已经透过补助等等的方式 让九成多的药局 都有光纤直接连到健保署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也很难做到及时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 其实任何国家 比如说要做到所谓的e-democracy 它很重要的事情 它要去了解民众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会讲渔情 就是在网络上收集 那问题是 有的时候是老人家呢 他可能没有用网络 那我们怎么样确保 我们政府收集到的 这个真正反映的是 所谓的民众的需求 您有一个看法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 我们是要在政策制定的时候 就透过一些审议室讨论的方式 去找各方不同的利害关系人 进来设定这个服务要怎么做 好比想说 像在药局排队 很多老人家去排队 因为他们知道怎么用健保卡 也已经信任这个药师 那他们对于这个系统的很多想法 其实就是透过药师 来反映回药师的工会 再反映回健保署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听到很多的一个概念就是 如果他住的比较远 尤其他要搭大众运输的话 有时候他到了药局 药局已经卖完了 所以虽然在地图上面看起来 他附近有很多很近的地方 但如果你去细旧 如果他只能用公共运输的话 其实他付出的时间成本 有时候很高的 有时候他到了 药局已经卖完了 或者已经打烊了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去规划说 让他可以持健保卡 到附近的便利商店 因为便利商店的数量是 药局的两倍嘛 就可以去进行购买 那我们当时在设计便利商店的 这个订购的时候 我就有去问我88岁的阿嬷 还有他有推荐 77岁的他的一位年轻朋友 那他们有个社区嘛 那杨奶奶就是都会去排队 而且是他的社区的KOL 就是他非常讨厌排队这件事 所以他对于我们口罩实名制 就没有好话 那我们一向就是会炒的 不是有糖吃 进厨房一起炒糖吃 所以当时就邀请杨奶奶 来测试我们跟便利商店 当时的实名制3.0 那当时的做法是用金融卡 放到提款机 因为便利商店都有提款机 然后输入密码之后 完成实名确认 转52块到我们机关署 拿这个收条 下个礼拜就可以到柜台 去取口罩 当时觉得这个非常简单 但是杨奶奶一试了 就告诉我说 她绝对不会这样做 她宁可去要去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她不是很喜欢输入她金融卡密码 她看到荧幕上52 脑里会补好几个零 觉得好像都会被转走 因为那个165反诈骗 那个广告一直提醒她 所以她说这个她不OK 所以她就认为说 那她想要的方式是什么 去柜台数52块硬币出来 所以后来我们就参采她的意见 变成她拿健保卡去柜员机 然后呢拿到这个付款码之后 去柜台刷了之后 数硬币出来 其实四大超商当时花了一阵子协调 因为他们不是很想要收硬币 但是无论如何 对老人家来讲 这样才安心 她才愿意去改变 她要举排队的习惯 改到超商排队 所以我想重点还是 我们有没有主动的让长辈参加我们的设计流程 如果有的话长辈有很多智慧 愿意跟我们分享 但如果只是看哪些人在网路上面发表言论 那当然就比较难去纳入长辈的智慧 所以这很重要的就是数位服务的一个设计的基本概念 还是要从使用者的角度来做思考 我在最后这个e-democracy的部分再请教您的问题 大家最后都会提到的事情是电子投票 您觉得台湾这个部分 未来的可期许的方向 是不是能够跟大家谈一谈 我们如果对视不对人的投票 好比像总统杯黑客松 运用平方投票法 一种新的投票制度 来决定哪些团队能够晋级前20或24强 那这个我们已经心之有念 参与是预算 有些也是透过网路来投票 或者是说像我们在e-petition 就是在大家的联署的过程里面 这也可以看作一种投票 就是哪些有5000票 我们的部长或者主委 就必须要来给出一个交代等等 那这些都OK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现场的对人的投票 因为我们那个开票的方式 非常accountable 非常给得出交代 就是大家在观众席监票的时候 可以不但涉入 而且还用自己的app 不管是穿云舰还是鹰眼部队 另外那个叫什么 忘了 总之大家的app 就可以及时地做计票 这样子真的非常透明 所以你如果是用电子计票 到达类似的透明性 还真的不容易 电子投票就更困难了 所以我想我们对人的这个投票 它一定要先超越 我们这种现场开票的公信力 才能够讨论 但是对事情的 我觉得不妨先行 所以信心信任 对政府的信任 这些东西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基础 对这个参与是监票的信任 确实是 谢谢您 谢谢 好大板 完走 5 4 3 2 接下来我们要跟政委请教的事情 就是攸关所谓的e-service 那e-service的这个部分呢 都是跟民众息息相关的 那您一定有参与过的 就是网络报税 是 那是不是今天给您 请您谈一谈那个网络报税改版的这个经验 好的 当时我们注意到报税软体的改版的需要 是在2017年5月 那发生一个很不幸的事件 就是Oracle这家公司 把Java Applet这个技术 把它停止支援掉了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Windows的使用者 它还是可以下载离线版的报税软体之外 Mac或Linux的使用者就没有办法报税了 那你在就是报税的过程里 他会说安装元件中请稍后点点点 那个请稍后过了五个小时 还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 那因此呢 这个五区国税局的朋友 就接到非常多不舒服的这种电话 那当然他们电话接到手软的情况下 自己情绪大概也不会太好 所以呢 就在不知道第几个小时 终于就有一位服务员受不了了 他就对下一位打电话来说 不能报税的Mac使用者说 那不然你就找个Windows来报税嘛 那他这样讲就完蛋了 因为他当年会用Mac 就是不想要用Windows 那国家要你去用Windows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是非常的 因为叫indignant 就是义愤天鹰 那所以当时就有一位设计师 他叫做卓志远 他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上面发起了一个连署 就是重运平台 对就是重运平台 那他有一个提点子嘛 那他提的点子叫什么呢 叫做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其实完全没有建设性 然后他的内文也完全没有建设性 然后就是非常酸 PHG可能已经小过零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看到很多留言 那这些留言大概八成多 都是财政部长下台 官贸网络无能等等的这些 也没有什么建设性的留言 那只有不到两成在那边留言说 我用Windows报税很顺啊 其实没有人理他们啊 那所以这个情况 我们一发现到了之后 我就发现到 财政部叫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是杨金亨洋专委 当时是我们的PO 那什么是PO呢 Participation Officer 就好像媒体联络人是要跟新闻记者沟通 国会联络人是要跟立法委员沟通 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是要跟网路上五千多个快要爆炸的乡民沟通 那这位朋友呢 立刻在底下留言 他就说你行你来 不是这样说 他就说所有批评我们财政部的朋友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面 到我们财政资讯中心 一起来创造出新的报税的体验 也就是一个邀请函啊 那我看到就真的很高兴 我就马上留言说 我是唐凤他讲的是真的 他不是一个路过的乡民 他真的是我们财政部的专委 真的他从这个留言开始 所有底下的留言 马上就改变风向 就八成多的人就开始提出 非常有建设性的具体建议 也就是会炒的 真的到厨房一起炒汤吃 不是只是口部的炒 也变成火部的炒 那只有剩下一成多还在说财政部长下谈 已经没有人理他们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 卓志远呢 他就发挥了他服务设计师的 这个能力 他把网路上面 大家的这些很酸的留言 都整理成 我们叫做user journey 就是使用者的一个体验流程 从报税前 报税中 报税后 大家碰到什么问题 感觉到什么情绪 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虽然有五千多个留言 但是全部排一排 大概也就只有 接近一百个需要改进的方面 那当这些全部都摊开 包含说自曝多啊 这个华丽到让人迷惘啊 等等的这些 我们都原封不动 原汁原味的把相名的语言 变成我们设计思考的这个期盼 的时候 大家透过直播 真的就成功的创造出新的 报学体验 那在三次的协作之后 就是邀这些最酸的朋友了 实际来跟官贸网路 画出新的界面之后 那他的一开始试用的版本 就是2018年 只有Mac跟Linux的 使用者用的版本 满意度就到达96% 而在隔一年 就是19年 真的就是包含Windows的使用者 都觉得这一版比较好用 到达98% 这个在数位服务上 是没有听过的 一种approval rate 就是认同的这个几率 那为什么这样呢 我觉得那是因为 有五六千位朋友都觉得 好像你盖一座庙 里面某一座柱子 里面有他的名字 他觉得他贡献了 至少一张便利贴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起盖出来的 你行你来 对你行你来 真的他行嘛 所以他愿意告诉他的亲朋好友说 这个你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学 为什么因为是 我在里面有一份 那这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数位服务最重要是 co-creation 就是共创 而且共创的这些所谓的乡名 其实他有些也是公务员 他下班了还是要报税嘛 所以里面也不乏 好比像说 机关署的公务员 所以在之后我们要 2020年要预定口罩的时候 就有人想到 我们该几个参数 报税软件突然变成 预定口罩的软件 那里面也有中期处的人员 所以他后来要卖三倍券的时候 他也想到 我们该几个参数 又变成卖三倍券的软件 所以这个就真正响应了 我们说一次的这个基盘建设 可以做到后续多次的创新 这样子的服务递送的方法 对您刚才提到的事情 其实是很重要的 可是以报税软件来说 是他那个新的报税软件出来以后 后面才跟着做的这些修正 如果我们政府要推动任何新的数位服务 前面都能够经过您刚才讲的 如果不要先爆炸 就先问问看的话 对这样的事会更好 确实是如此 可是这样子在行政部门上面 会不会有什么困难 您也曾经推过数位服务的准则 对 现在叫一个指引 对 那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或者是让同学们 或者是让行政部门的人能够去了解 这样的一个process它到底有哪一些benefit 是 其实它降低大家的风险 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因为你如果事前有沟通的话 那就不会爆炸 这是最基本的 但是纵使它已经爆炸了 它还是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 因为爆炸之后 大家会花很多力气来彼此攻击 但是这些力气呢 其实你不要把它引导到 好像仇恨这种情绪去 而是引导到说 那大家一起来想一想 未来怎么不要再发生爆炸 那这个时候 大家一起想这件事的时候 就会有创新出现 创新大家就很开心 所以用这个脑筋急转弯里面 那些人物来讲 就是怒怒 他不要到津津或艳艳 而是悠悠到乐乐 就是大家一起去想说 未来怎么样不要再发生爆炸的事情 这样子就会有一种 共同创造的一种快乐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才真的能够去加深 各个部门之间的信任 所以爆炸前能够协作 那当然很好 爆炸后也不要忘记 还是可以协作 接下来要问您一个问题 请说 我们政府要提数位服务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部分 世界各国其实都在提一个东西 叫做MyData 能不能跟大家阐述一下 MyData的基本概念 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台湾现在正在推的MyData 到底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大家可以上这个MyData的网站 MyData.nat.gov.tw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你放在政府部门里面的 各个关于你的个人资料 到底是放在哪里 那首先你可以下载 你可以去看它有哪些资料 而且不对的话 你可以行使你的个资法 不能以合约为抛弃的一些权利 好比像说 大家如果有下载健康存折 就健保快一通的一个功能的话 你可以看到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诊断 任何的医疗院所 不管它是中医西医还是牙医 如果要拿健保的钱的话 它必须要把它诊断代码 甚至包含X光片等等 你都可以直接下载到手机上 那也有一些朋友一看 发现诊断代码key错了 好比像说有一位朋友 他就是R98就是鼻过敏 但是被key成R099 不明原因死亡 他一个礼拜死了三次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真的有 新闻上面有 所以他如果没有健康存折 也就是MyData的话 其实医师跟健保局 key了什么代码 平常我们不会看 但是因为大家现在 慢慢开始有看健康存折的习惯 所以里面如果有 不小心诊断错误等等的话 你及时就好像看到口罩地图 怎么不降反升 你会打1922一样 大家都可以用参与式的方法 保障这个资料的正确性 当然如果你要去 好比像说申请什么事情 或者是开一个银行账户 或之类要准备一些资料的话 那其实MyData也可以省你的力气 因为以前是你要分别下载 分别列印或扫描 或至少把PDF档转给对方嘛 但现在呢 MyData只要这个人 他能够确保说 那他资安等等方面没有问题 那他就可以透过MyData这个平台 来让他一次所需要的 你存在政府这边的个人资料 在你的授权并且预览之下 你按一个键 就可以一次性的传输给对方 那这样子的话 在申办很多服务的时候 都可以减少非常多的时间成本 那这个是MyData已经做到的 那未来当然有很多朋友说 不是只是公务部门关于我的资料 其实民间部门 比如说银行 医院 各个地方 即使他有一些健康服务 他没有在健保里面 他现在也越来越多朋友认为 这个健康存者 不是只是医疗存者 他应该有很多别的东西 可以放在里面 所以我们越来越多会看到 服务的递送跟提供者 即使他不是公务部门 也比较愿意提供像MyData 这样子的服务 好比像说像刚刚提到的金融服务 Open Banking在第二阶段 就是运用这样的方式 让你很多金融的加持服务 可以架在你现有的 这些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上 好 请各位同学 也鼓动你的家人 能够尽量地去运用 我们政府MyData 所提供的服务 谢谢 环球 5 4 3 2 我们前面谈了e-democracy 也谈了e-service 接下来要讨论的事情 是e-administration 也就是所谓的数位行政 接下来要请教政委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谈的e-service 是民众可以接受到 可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政府部门 要让公务同仁 其实它能够用比较好的软硬体 它也有比较它的有资讯素养 能够把我们的行政上面的东西 能够化繁为减 那就您看看 我们现在政府 同仁的资讯素养 您能不能提供一下您的看法 怎么样提高我们的行政部门 同仁的资讯素养 大概有两个 自从我入阁之后碰到的事件 都大幅提高大家的资讯素养 第一个是公共行政替代仪的退场 那第二个就是COVID的疫情 那这两个对于数位素养的提升 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举例来讲 像之前有非常多的纸本的这个作业 其实是很荣的 就很routine的这个作业 有些就是交给就是替代仪来做 那举例来讲 像之前我们碰过一个叫院检交换 就是司法院跟法务部 在很多形式的卷宗上面 他们指认纸本作为证本 那但是其实他们过程里面 其实大部分都是列印出来的资料 但是电子党呢 他们交换不能作为证本 所以就必须要有提代仪 或其他的一些约聘的朋友们 去进行列印 列印完之后把它订卷 订卷之后送过去 送过去他就要扫描 扫描完之后他再附加 他自己刚列印出来的卷宗过去 有的时候我这边来不及扫完 我还要跟他调卷回来 自己再扫 到最后变成一份 本来是列印出来的东西 要扫三遍的这样的情况 光听起来就觉得很荒谬 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荒谬 但是因为有强大的 这不是类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 就是替代仪在中间帮忙 所以大家也不太觉得说 这有什么关系 那我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件事 是因为当时有接触到 一个请购的一个选择 说要进什么呢 高速自动静止 自圆辨识的扫描机 那所以呢 这个在共同工艺契约里面 未必有嘛 所以呢我要看 我想说为什么要这种 高速静止的扫描机 到底在做什么 原来是一带一块要退场了 那所以不会有人 慢慢一张一张帮你印了 所以你刚才讲到的替代仪 那个其实是一个 ironical的说法 但实际上真的是替代仪 本来真的是替代仪 或者月片人月 对那所以他们要退场了 那就要一个高这个解析度 以及高扫描速度的这个静止 但是我就想说我们正本清源 就算你这个机器只浪费你同人30秒 这还是浪费了30秒 难道不是说我们电子直接交换就好了吗 电子千张法不是都规范了吗 那所以后来医疗才发现 原来他们真的只是需要有一个人出来说 如果有问题 那我负责 好那没问题 我可以讲这句话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后来就经过一系列的事半 先从应该是新北地院 一些地院开始事半 慢慢的到就是第二审第三审 那到最后最高法院 最高新政法院 现在已经是全数位缴换了 所以不但省下了很多 本来要买那种扫描机的钱 也让公务同仁更多的时间 可以花在他本职学能的这个工作上 而不是花在未扫描机 或者未营印机 或未列印机 这样子的概念上 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说 数位转型 其实有时候踏出的第一步 就是节省时间而已 不要做那么多的荣事 那这个在行政上面 真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同仁的资讯素养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是观念要到位 对了 如果观念没有到位的话 他还是买的那个高速的来 对不对 那可是您刚才讲的 其实就讲到了一个采购 就是我们讲的e-procurement 那能不能就您的观察 就是实际上政府经历了 采购上面也经历了一化 那就采购这个部分 尤其像资讯科技的这个部分 您对于这个 它未来数位转型上面 您有没有什么一些 看法或期许 是 我们看各国的采购 慢慢都从纯粹去采购硬体 让硬体来做单一的功能 就是像那个高速进尺的 爽量机一样 变成慢慢变成采购服务 好比像说 它会采购一套解决方案 让院检交换再可以电子化 但是具体它到底用什么设备 则非所问 那这个其实是 不管是公部门 私部门 社会部门 都已经看到一个趋势 也不是只有在资讯上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不是买冷气 而是去订购冷房服务 越来越多的人 不是买一双一双的鞋子 而是订购 你可以随时在制的 就是穿鞋的这个服务 没有 现在还不是主流 但是很快要被试了 有时候听你讲话 活在未来的感觉 对 确实真的现在有品牌 推出说那你随时不满意 你的鞋子的型号 你退回去 它把它整个融掉 然后再印出一双 你要的鞋子 里面完全没有金属的部件 对 那像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就是改变 我们以前对产品的想法 慢慢就变成一种 订阅式的服务的关系 的这个想法 那所以我们在政府里面 也是如此 我们如果是用产品的想法 来规划公共建设 尤其是资讯的公共建设的话 那不免就会变成你事前要 先想到使用者所有的需求 而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需求一日数变 但是如果你是尤其把规划的服务 先做一个类似服务探索 服务设计的这个标案 那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部会发现 说原来一百万以下 就是九十九万了 的这种探索型的标案 它可以一次开很多个设计标出去 只要部长一千字 那它就可以去实际去滚动 卷动第一线的公务人员跟民众 一起去创造出 不但变民也变官的这些服务流程来 不然以前top down的做法 很容易帮民众省一小时 然后公务同样要报干两小时 那所以当这样子的设计的流程 把这个服务的做法递送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跳脱 本来的所谓的本位主义 好像每一个 好像要爬山 你要在警政署申请入山证 在国家公园申请 在就是营建署申请等等 这些网站 它本来还是存在 但是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一站式的登山服务 专门去有一个服务设计的标案 去把现有的这些网站 它们还是存在 但是透过一种叫API的方式 把它串接整合到 好像你在订房的时候 它还会顺便帮你去 找便宜的机票 找租车等等 一次帮你完成 所以同样的就是 每次登山相关的抽签 排队的山屋等等 它都一次帮你处理好 那这种服务设计先行的 Procurement的方式 确实是我们在政府数位 服务指引里面 所提出来一个 很重要的采购方法 那也因此 我们有一些相关配套的范本 包含从以前瀑布式的 就是你要想到所有需求的 变成敏捷式的 就是随时你想到 就可以再来做一些调教 这样子的采购方法 可是以我对公务同仁的了解 他们觉得敏捷 ATRIAL这个东西 好像压力还蛮大 确实啊 厂商的压力也很大 没错 那未来也许我们可以看到 open data上面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统计数据出来 那接下来我想跟您请教 新冠嘛 对 好像突然就大家 我在学校里头也被要求的 就是要远距教学 没错 那能不能谈谈看公务同仁 因应新冠 我们的远距办公 就在这个e-administration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ready了 是 因为我加入内阁的条件 就是我不管在哪里 都算办公嘛 所以可以说是 当时已经不但是在技术上面 或资安上 也是在法律规定上面 其实人事行政总处 之前还是人事行政局的时候 就有过一个喊 说公务员他的工作 只要跟网路有关的 那就不受工作地点 跟时间的限制 所以其实本来就已经有 这个规则在这边 只是你用不用而已 不是为您两身运作的 对 那但是 特别要厘清一下 确实 但是就是 就是愿意拿这个当做 就是加入政府的条件 那确实当时 我是起了一个 可能示范的作用嘛 当时用机器人去 这个联合国网络治理论坛 大家也觉得很酷嘛 那但是没几年 整个联合国大会 都是视讯开了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本来是 好像潘尼尔 好像是一个拓荒的工作 但是确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忽然变成 好像最基本的工作 那我们就很高兴 宽品人权 确实是 我们在2019年 就已经差不多完成的 一个政策 因为如果不是有宽品人权 也就是499 好 那个不是我们故意的 但是总之就是 大家不需要付额外的钱 就可以有高品质的影音 如果不是做到这样子的话 真的在疫情 真的要影响大家 远去办公的时候 确实说不定就因此 某些地方的人没有办法照顾到 但是因为我们超前部署 2019年就完成了这个工作 所以在2020年 疫情比较险峻的时候 每一个公务机关 都还是可以找到 我们叫做异地办公 备员的办公室 或者卫星办公室 等等的这个做法 甚至我们院会 对于我们的直辖市 也都是用Cisco WebEx 这样子的视讯会议在开 可以说是我们是有准备好 其实远距办公或异地办公 未来其实我们因应高龄化社会 其实公务同仁可能也需要照顾家里的长者 甚至现在有所谓的 你可以请假能够在家里面 那个预婴家类似像这样 今天天气这么冷 我根本就不想出门了 这样子其实我们也不用到这边来 这边来 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那我想这个远距办公 未来如果即便不是为了Covid 这个我们也应该持续往这个地方发展 就算是为了因应极端气候 我们都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也相信 那个我们的政府也都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 谢谢 谢谢 谈走 5 4 3 2 接下来要跟政委特别谈的事情 是我们在谈政府的数位转型 其实有一部分很重要的事情 是我们政府这些建设 提供了这些服务 最终的目标其实是要让民众过得更好 那以公共行政的角度 都会去强调的叫做公共价值 叫Public values 不管是在透明啊 客责啊 公平 这些面向 那是不是请政委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心中认为的这个所谓的数位社会 在这个面向 应该有哪一些特别需要去强调的 对 刚刚讲到DigiPlus的时候 最后是结在inclusion上 就是本来比较没有参与权 或者没有知情的能力的朋友 据一来讲 我们重用平台 其实很多人用是16岁就来用 那他们根本还没有投票权 连公投都没有 所以概念上好像不是公民 但是现在他们的公民课 在高中里面就有重用平台 所以其实现在已经高达四分之一的提案 就是这些各级学校的学生来 那我觉得这真的非常棒 因为他们会想到很多 好比像说 禁止使用塑胶吸管等一次性的餐具 也觉得他们关心的不再是只有他们自己短期的利益 而是比较长期的永续整个环境的利益 因为如果环境被破坏了 那就是比较受伤的是他们 绝对不是六七十岁的朋友嘛 但是六七十岁的朋友们也花很多时间在Join平台 因为他们的想法里面已经不是他们自己好像是要成家立业 那个阶段都已经过了 所以他们如果要组织起来 很多确实是对于环境保护 对于社会公平正义 您刚刚讲的这些公共的价值 六七十岁的朋友也很愿意加入 联合国里面谈的SDG 没错 就是永续发展 所以我觉得十六七岁跟六七十岁 这两个世代 透过亲民共创的方法 让这个韩荣 这个inclusion 不是只有当代的这些朋友 也包含后代子孙的利益 那这个就从韩荣慢慢到了刚刚讲的永续 所以永续就是说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 不但不能牺牲这一代跟下一代 甚至未来三代四代七代 都要帮他们存款 而不是向他们提款 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那可是网路上面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现在刚刚在谈的事情 都好像数位都是正面 当然 可是实际上网路就社会面上面来说 我们也听过霸凌 对啊 也听过了到时候比如说文物成因 出征 那对啊 那可是就数位正位的角度来看 我们怎么样去做好 有正面的发展 可是对于这些负面的东西 我们也能够有所因应呢 您的看法 其实我自己啊 就是只要一用touch screen 就是触控式萤幕 我的大脑就会不由自主觉得它是我的手指的延伸 然后把它拿掉的话或关就是飞航模式 有一阵子我还会有那种换值的那种感觉 就会不舒服 对因为已经成因了嘛 你是网路成因 对我自己当时就是触控萤幕成因 不能说是网路成因 但是后来呢 我很有效的想到了一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透过一支笔 所以呢我现在呢都是隔着一支笔 在操作我的萤幕 那不管是透过我的平板的那一支Apple Pencil 或者是这一支 它是一支Stylus Sinsung Note 我真的没有收业配 那无论如何 就从当年的Palm Pilot Sharp Zorus等等 我都发现说 我如果不是用手指去碰荧幕 而是透过一支笔 或透过键盘的话 我就没有成因的问题 我也很好奇 这有没有学理依据啊 我觉得应该是有吧 我们可以做个实验来真的了解 大部分的朋友会觉得说 我粘在手机上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不是我在滑手机 而是手机在滑我 尤其是在 好比像我像Facebook或Instagram 这样子的平台里面 它就是要设计好像玩扭蛋一样 让你每次滑都不知道 会滑到什么东西 对 而且其实很多东西 已经反复在看了 没错 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 对 对 所以 但是呢 因为你滑实在太容易 它是一个下意识的行为 所以就会好像每一次滑 都有可能在看到新的东西的感觉 但是因为透过笔 或者透过键盘 你要付出的认知成本比较高 也就是说 它不是在快思 而是在慢想的阶段 所以我只有 有意识地想看到什么 我才会去看它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比较没有成瘾的状况了 所以如果 也像我以前那样子 滑手机会睡不好觉的 真的可以考虑说 不管是安装一个 我们叫做Extension 就是浏览器的延伸套件 叫做Facebook Feed Eradigator 去把整个 这个Facebook的那边墙拿掉 又或者是说 透过一支笔 或者是透过键盘来互动 大概都多多少少 可以降低这个 就是成瘾的情况 那如果不是手机在滑你 也就是说 不是它在寄生你 而是你跟它比较互利共生的话 那常常霸凌啊 出征啊 这些问题就没有了 因为既然决定独性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 所以如果一天就是沉浸在这里面太久的话 那确实会容易精神不舒服 但如果一天 像我工作25分钟 就是看个5分钟的话 那就比较不容易有不舒服的感觉 那以政府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教育部啊 或科技部啊 通通有在推动相关的计划 希望在从学校面 或者是说从研究面 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一下 什么样真正造成的 网络成瘾啊 霸凌啊 能够从这样的角度能够 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其实这个也是蛮困难的 接下来 这是一定要问的问题 大家现在都在谈美国的总统嘛 川普 他的Facebook跟Twitter 是不是都已经被取消掉了 那就网络上面的一些谣言 这个也是您曾经有负责的 对 争议讯息 对 争议讯息 那是不是能够 就您的角度来看一看 政府要怎么样处理网络的争议讯息 其实争议讯息对我来讲 它就是一个流传程度 就是R0值 比较高的垃圾性 其实当年我们在垃圾诈骗邮件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年也是很严重的 我还记得当时我一打开信箱 就会看到很多什么 其他别的国家的贵族 他要逃难有四千万美金 我如果愿意提供银行账号 他就先存1%给我 等等的这些 就是诈骗垃圾性 那有一阵子连比尔盖茨都不堪其扰 他有说email应该要开始收有票钱 如果不收的话 他觉得email会完蛋 那但是最后email没有收有票钱 也没有完蛋 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靠所有的email的提供商 都提供一个检举垃圾诈骗邮件 这样的按钮 那当你按下去之后呢 它不是只有删除 或者把它移到垃圾邮件资料奖 而是你也贡献出 关于这件事情 它的这个email的轨迹 所以同样的这一个人 如果之后还要再email给别人的时候 它的这封垃圾信 就会跑到那个人的垃圾邮件资料奖 不会跑到他的收件下 也就是说不会浪费到他的时间 那这个就是靠大家见义勇为 就是一直举报 这些垃圾诈骗邮件达到的 那直到今天 台湾对于垃圾诈骗邮件还没有立法 但是这个问题差不多已经解决了 所以当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谣言它在传播 已经证明传播力很强 而知很高 但是还没有碰到很多人的时候 我们就邀请大家 尤其在LINE的群组里面 大家可以见义勇为 可以长按这个讯息 并把它转传给 好比像说我们事实查核中心 那是个民间部门 社会部门 不是政府控制的 那或者是Michael Penn 或者是一些商业的软体 好比像说趋势科技 有个叫防诈达人 或者Whose Code 有个叫做美玉仪 或者他们所使用的一个叫 真的假的的资料库等等 那现在有非常多的这种 类似像当年Spam House 处理垃圾信一样 来处理谣言的这些 第三方的这些组织 那当这些组织 先起收到这个警报 说某个东西即将要 谣言要开始扩散了 他们就可以赶快去调查 去平衡去报导 那报导完之后呢 好比像说台湾市场核中心 它会说这一张图片 当年是路透社 拍香港抗议的一个图片 当时路透社的标题 只是有年轻的示威者 一个非常中性的标题 但是呢 在当时呢 我们在11月 就是2019年11月 在选举期间呢 在台湾突然开始 传同一张图片 但是它的那个标题 变成是一个年轻的 13岁的暴徒 收了很多钱 要去杀警察 换iPhone等等 就是变成一个 很耸动的这样一个标题 那后来呢 市场核中心 一看这个标题 哪里来的 北京中央政法委 长安建的微博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 有意识的资讯操弄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公开这件事情 并且你在像Facebook等等 看到这则讯息的时候 底下就会出现 按照台湾市场核中心的调查 这则讯息已经遭到变造 是由中央政法委 长安建独家赞助 没有独家赞助 但是意思就是说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讯息 增进每个人 作为自媒体的媒体素养 那如果你是把它 用行政手段 让它下架的话 反而不但就是会有争执 而且会让大家 学不到这件事情 原来后面有资讯操纵着 在工作 所以这一点就是 公开快速结构化 大家建议勇为 发现之后 由民间部门来澄清 我觉得这个是 处理这个假讯息 危害的第一步 同时也要跟各位同学说 那台湾电子 这里研究中心 我们把它叫做TEG 也曾经用老师 做过相关的研究 主要也就是要去探讨 政府要厘清 政府厘清以后 那像这样争议讯息的杀伤力 实际上就相对的可以降低 没错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谈到数位治疗或者是政府的数位转型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科技 尤其是资讯科技 那我们现在谈到的 比如说有AILIT IOT 还有所谓的大数据 或者是区块链 那想请问一下 您觉得AI真的会让政府变聪明吗 对我来讲 AI叫做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去辅助大家的智慧 那为什么叫做辅助呢 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一个科技 在导入的时候 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说它去帮助我们的公务员 或帮助我们的市民 能够更有尊严 做出关于它自己的决定 好比像说我的眼镜 就是assistive technology 因为它让我看得更清楚 而不是说我看个一分钟 突然跳出盖板广告 要等十秒钟才能关掉 对不对 那样子它就跟我没有alignment 它变成服务广告商的价值 真的看看您的眼镜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 没有这个问题 对那所以它就是 以我的最佳利益为它的利益了 那第二个是说它很accountable 就是如果它坏掉了 或者我一天戴起来觉得很模糊了 我去旁边的眼镜行就可以修了 或甚至是我看一些 网络上面教学影片 我自己就可以修了 我不需要先付 一百万的授权费 给它的原厂 我才能够来修 但是有一些AI技术 它真的是一个 好像黑盒子一样 你要调它的参数 你要先问过原厂 或者是说 它到底是为谁的价值服务呢 这个就不是很确定 那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 我叫做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不是说这个AI它真的来 好像威权来奴役载制你 不是 是人透过AI来载制别人 那所以这个时候到底是 empowerment 就是它让你更有能力 还是它是authoritarian 就是它是让少数的几个 不管是政府的 或者是跨国资本主义 更有能力呢 完全是看这个AI 有没有能够提供 alignment 就是它跟你的价值符合 accountability 就是如果坏掉的话 你可以自己修 那这两个只要都做到 我觉得就不是只是smart city 而是smart citizens 但是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那说不定smart city 但是就是enslave citizens 您刚才提到 可是比如说 以我更关心的 比如说像人工智慧 我早期写的是那个expert system 那现在政府部门 很多地方都在号称 引进了AI 可是也发现了 有所谓的公平性的问题 也发生了 有所谓的正确性的问题 那您刚才提到像这个 那比如说工部门 真的要引进AI的时候 他应该真正要去注意到哪些事 那他需不需要 把他的这对algorithm 来告诉民众 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东西 他用了什么资料 那就这样的一个角度 其实欧盟啊 或者是美国 他们也都在进行一些调查 那是不是就您的角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对我来讲 只要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都算AI 所以呢您刚刚讲到的 特别在解释上有问题的 它叫做deep learning 对 也就是他在一开始 几乎没有写什么程式 他的程式嘛 完全是由资料所产生 那这个时候 因为不像专家系统 是你访谈专家之后 把专家的一些洞察 写成程式嘛 至少中间转译的这位PM 他可以当两个世界 中间的桥梁 对啦 就是可以做两个世界的桥梁嘛 但是呢 如果是deep learning的话 其实那个程式设计师本身 他比较像是寻寿师那样子 就是说他只能解释他的 就是到底做出来的结果 看起来像怎么样 但是他那个所以然 其实他自己也讲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您刚刚讲到有点黑箱 那样子的状况 所以大家都会担心啊 对 所以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实际应用 在决策系统上面 现在像我们有个 polis.gov.tw 透过polis系统 让每一个对 好比像当年 uberx进入台湾的时候 每一个想法 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 他自己透过像 k-means clustering 去分群分组 大家倾向哪一边 或者透过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来看里面的争点在哪里 这些都是我们叫做classical AI 就是里面没有任何deep learning的成分 而且是非常容易解释出来的 用了一些统计的方法 像你刚才有提到的 没错 对那这些的好处就是 它的资料是open data 它的演算法是open algorithm 事实上你自己从github上面下载 你自己就加一个 它根本就是开放原码 对没错 所以当你有开放原码 开放资料 开放演算法的时候 那整个社会都可以要求 这个AI系统给出一个交代 那当然这点在deep learning上面 仍然是一个 我们叫做open research problem 就是到底deep learning 怎么给出交代呢 这个大家都还在集思广益 但是我想在此之前 我们很多classical AI 我们如果只是要节省大家时间的话 早就可以部署 那您觉得政府做得到吗 当然可以 我们每次总统被黑客送 大概他的冠军团队 每年有五个冠军团队 都是这种 我们叫做AI times CI 就是既有辅助式智慧的部分 也有群众智慧的部分 这两个互相结合起来 那确保说 这个群众理解到这个AI 举例来讲 像在口罩地图 以前就已经有子报在哪里 这样子的空污地图 那这个空污地图里面 也有很多classical AI的演算法 在那边算空气的扩散条件 互相校准等等 那我们就是透过一个公共建设 叫做民生公共物联网 确保说国网中心 在开放的这个资料集里面 可以去把所有各界搜集来的 不止空气品质 也包含水品质 防救灾 地震 这些资料 让大家都可以一览无遗之外 也对资料的正确性 随时提出质疑 就可以回到这个资料品质的cycle 这个循环里面 那所以当民生公共物联网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里面完全没有各资 不会河流突然说 你不能量我的水品质 不可能嘛 那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台湾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有关乎各资的呢 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 可是您刚才提到的 比如说我们讲的 那个叫演算法 阿如粉 我上课可以教学生啊 对啊 学生听不懂啊 是这样吗 那民众 那是我教不好 那接下来的事情是 政府做了 可是民众未必看得懂 没错 一直就是说 OK Data没有问题 可是跑出来的结果 为什么是这样 那民众 您觉得民众会关心吗 我想空气品质 民众一定很关心吧 在当年 环保署只有七十几个色战 而空气盒子 就已经有上千个的时候 尤其它是环境教育的教材 很多的小学 它是 好像我们以前养残宝宝那样 只现在养一个空气盒子 那有些很难教的 好比像您刚刚讲 演算法的透明性 或者是GDPR里面 对于资料持有者 所刻意的这些义务 那在你自己是资料持有者 跟产生者之前 根本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但是当大家全班 一起养一个空气盒子的时候 这个资料的正确性 及时性什么 更容易教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是我觉得 大家对这个不但感兴趣 而且愿意投入 包含在国教 以及终身学习的时间 来了解 那当然当民间 有这种压力的时候 环保署就必须抱持一个 你知道打不过就加入 这样子一个精神 所以当民间要求说 我们在空业区 因为老师不能跑去工业区 安装空气盒子 那但是他们很需要 工业区的这个空气品质指标 所以后来我们就去协调地方政府 发现路灯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路灯上面 去装这种微型感测器 那大家好像拼拼图一样 那这个同时也是我们刚刚讲 Public Partnership 但是这个Public Partnership 是从People开始 所以是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是社会部门先透过像空气盒子 设定出资料的常规 那接下来工部门去发扬光大之后 去要求经济部门来配合 包含工业区等等 那这样子大家对于空气品质 就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台湾是有一些 蛮成功的一些例子 那当然关于刚刚讲 My Data的部分 我们还可以再加强 对所以各位同学要能够了解 其实不是政府是一个Black Box 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要求政府 那政府其实现在 以政府这样的一个心情 也告诉大家 其实政府也愿意 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做努力 Even是好像听起来 是很高科技的AI 其实它也是需要往所谓的 透明跟客者的方向 就各位同学 如果未来也成为公务员的话 那我们会愿意 往各个基层的公务员 对内交代 那如果各位是 未来在外面监督政府 我们也愿意对外交代 那对内交代对外交代 这两种accountability 加起来就是什么呢 双面交代 只要有双面交代 人跟人之间的互信 就可以促成 最后要问您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在谈 创新科技的话 都有所谓的Samebox 能不能就您的理解 跟大家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您说法 告诉大家说 怎么样用一个Samebox 能够让我们政府 愿意引进更多的创新科技 Samebox的想法 就是在一个有限的场域里面 在一段有限的时间 以及有限的风险里面 去让新兴的这些技术 证明给整个社会看出 这是对社会里的所有人 包含后代子孙 都有利的一种技术 那好比方说自驾车 之前在我的办公室 也就是社会创新实验中 新兰路3199号 就有过自驾车 但是是三轮车 而且很慢 所以大家都可以 虽然三轮车 大家说跑得快 但很慢的这种三轮车 大家都可以去想说 我们怎么样子 才能够让这个了解到 我们这边的长幼有序 要先让老弱妇孺 等等的这些社会常规 那如果他经过半年一年 学的会这些社会常规 我们就给他这个执照 让他在一个更广阔的地方 可以稍微再开快一点 但是如果他发现说 他实在是不太符合 我们的社会常规 因为在 好比想说 他本来在的Boston 是要先让小孩子 长辈没有人管 那如果他拒绝 就是调试到 我们这边的社会常规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感谢投资人 让他学了一个教训 但是我们就没有 要让你合法 未来再试一个 新的角度来的 好 我们非常谢谢政委 今天跟我们 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我们这个讲次 是一个总编 是一个开场 后面呢 还陆续会有旧 所谓的数位民主 数位行政 还有数位社会等等 然后有更一连串的一些课程 也非常精彩 敬请大家 期待以及参与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朱宾渝 目前任教在政大 我是特评教授 然后我的名字 大家记得哦 叫朱宾渝 是文武双全又漂亮的女生 大家好 我是唐凤 我目前是行政员的数位政务委员 那大家之前在instagram上面 可能看过我的 喵凤的影片 好 想请教政委哦 这门课的最大的亮点 在哪个地方 最大的亮点就是 政府的数位转型 数位就是不止一位 所以除了数位政委之外 我们也有我们的 文武双全美丽动人的 朱宾渝老师 好 这门课 请大家尽情热切的期待 我们的课名叫做 政府数位转型 基础篇 非常好 四十秒 就这样子 收工 收工 台湾收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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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非常棒 谢谢 谢谢 你真的是natural 谢谢 谢谢 很棒 很棒 对 对 对 谢谢